之前的节目所说呢 未来的节目会给大家拍 亚瑟士的全系列的产品 那今天呢就来到了 我的9月份和8月份 分别穿的次数最多的两双鞋子 一双呢就是这一双 亚瑟士跟Needles的联名 这双鞋呢 我8月份几乎穿了整整一个月 另一双呢 同样是同一个系列的亚瑟士的NYC 然后它是9月份 我穿了几乎一整个月 亚瑟士的NYC系列 它不像现在比较火的 凯亚诺系列那么贵 它也不像宁宝斯系列 那么的偏正式运动风 它的定位是非常适合日常和休闲的 所以呢 它的配色选择就非常的多 基本上你能想到的配色 那从全黑黑武士到全白到米白 到任何颜色的配搭 它都有 亚瑟士的NYC系列 因为它是生活向的lifestyle系列 所以它的联名非常非常的多 你像这个的话是跟Needles的联名 然后这一双呢 是跟那个日本的时尚街头品牌 LAGUA GIME 还有ATMOS的三方联名 所以你如果找这双鞋子的话 你应该能选得到的80%的鞋子啊 都是联名 所以如果你想买一个小众的鞋子呢 其实这个系列里面有大把小众的鞋子 第三的话就是它的价位问题 因为它本身它是 不算是旗舰跑鞋 所以它是偏日常向的 所以我给大家过一下这个屏幕 大家可以大概看得到 其实它的价位 我觉得基本是落在600到800块钱 这个对亚瑟士的整个产品线来说 是非常非常友好的一个价格了 因为这双鞋子跟随着我去了台湾 然后这个鞋呢 上个月跟随着我去了云南 去了山西 然后广东 就是整个一整个月 我出远门 我都只戴和只穿了这么一双鞋 没有其他鞋子了 这双鞋子我觉得它的外观 把复古美学跟现代性能 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结合 虽然它的外观灵感来源呢 就2000年比较火的 像亚瑟士的JIL Nimbus 还有JIL MC Plus 所以还是能看到20多年前的 这种复古的外形 那当然了 那性能方面呢 前后掌的JIL焦 不用多说亚瑟士的当家缓震科技 比较软的啊 比较软 但它不弹 就是比较老式的跑鞋的那种软 然后还有的话 我比较喜欢它 就是它的鞋底的橡胶纹路 其实它这个防水槽 做的是非常非常深的 然后它的橡胶呢 也给的很厚 这个AHAR呢 也是亚瑟士旗下的一个耐磨橡胶 所以看起来我觉得非常的良心啊 独立鞋的好处就是 你可以一脚蹬 我其实没有太多可以一脚蹬的鞋 一脚蹬的意思就是 你不管穿它还是拖它 不用手啊 不用弯腰 直接一脚踩进去 它就进去了 然后一脚拖出 它就拖出来了 前面呢 也是用了多种的材质 有网眼 还有切头的脊皮 还有中间的这种PU合成格 还带点3M反光的材质 这个蓝色啊 这个蓝色真的是 上到上一辈 下到下一辈 都跟我说这双鞋子很好看 他们说这个鞋子挺好看的 问我是什么牌子 所以引起了他们强大的兴趣 它的联名非常多 然后配色也非常的多 所以它不是那种大伙的款 它属于小众款 所以假鞋是不做小众款的 毕竟亚瑟士也是 亚瑟士也是这个老牌 四大跑鞋之手啊 跑鞋鞋王 买小众的亚瑟士 就认准 亚瑟士GEL NYC系列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